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出了两款不同配色的微震天 而我手上这一次要介绍的是这款战损版的配色 可以看到这上面有非常大量的一些战损的涂装和一些烟熏的效果 相比于原色版本确实显得略脏了一些 但是整体的一个视觉感来说倒是不错 而我这个原色版本之前已经说过 它是做了一些工作 在这个位置有所更改 而这个版本是并没有动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细节以及可动 首先是头雕方面 这一次头雕也是做了半张脸有战损效果的 这边脸是黑色的 整个的头是球形关节 整个360的活动性来说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部分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它这个球形关节的一个接口30的旋转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它这个球关的接口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当它活动的时候 它还有一些上下的活动度 而我手上的之前这个版本 我个人感觉稍微有点松 所以活动度来说略微有些松 而我这款你看就非常非常紧实一些 然后再者就是这个手轴的部分 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性 而之前的那个版本 这个手轴这个开轴了 所以活动性会更大一些 而我这一次收到的这款 比较可惜 它是没有附带融合炮的组合按键的 所以只能说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效果 腰部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抬腰的动作 在这看的比较清楚 有一个上下的腰转 整个的胸部细节 做的也是非常精彩和丰富 这个细节叠加的也很不错 然后呢 裆部这块有360的活动度 这个活动性比较好 前踢 后踢 包括侧踢 都是有一顿一顿的卡背关节 这个卡顿位点 手感方面也算是不错 然后膝关节这有一定的活动性 我们可以看啊 整个的活动性来说非常不错 然后脚掌的部分 这底边有一个球形关节 这么大的脚掌呢 上面还有一些明文刻画 实施的啊 两只腿的涂装呢 也是不一样 这只腿呢 战损性会更强一些 这只腿呢 在边缘的战损性会更强一些 站立性是没有问题的啊 很不错 很结实 翻到背面来看 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战损效果的 包括 这个面就是非常新 这一面呢 非常旧啊 有些旧化效果的 只是呢 后腿的这些部分 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啊 如果多一些战损效果的话 可能会更好 那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方面啊 可乐罐啊 做一个标准 比可乐罐稍微大一点 好 这就是07卫震天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介绍09卫震天啊 同样来看一下大小方面 这是差不多高 这个09卫震天呢 整体呢 这是食物会更绿一些啊 头胶方面呢 是黑色的脸 细节不差 细节做的刻画是很好 眼睛部分有红色的涂装 球形关节 360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胸部的这个位置呢 从09系 它的胸部呢 就有一种类似于开胸的设计 可以看到啊 这有些开胸设计 是可以增加 整个手臂的关节 这两侧呢 都是有活动性的 在这里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一定的细节 腹部的这个位置和07是一样的 在这开口呢 它是有一个类似于下腰的动作 有这么一个活动性 这活动性来说很不错 手部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采用了球形关节 360的旋转 比较不错 但是呢 这一次好像09年 整个的手感呢 就会更好一些 这个位置呢 会有明显的一顿 一顿一顿的卡扣位点 相比于07时候的这个手感 会更加有阻尼感 手轴的部分 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性 整体呢 你也可以支持平转 但是我手上这款呢 平转稍微有点吃力啊 比较紧实 另一只手呢 在这个位置 也是360的旋转关节 并且你看平转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性 还算不错 我唯一不能理解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采用了 一个球形关节啊 只是这么粗的手臂 连接点是这么细的一个 小家伙啊 我个人觉得吃不消 真有点吃不消 像上一次我介绍的 那个轰龙一样 我觉得这么细 很容易断啊 所以在把玩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 这次呢 它没有附带任何的 替换东西啊 没有附带任何的替换手啊 只有只是一个炮手 整个炮手的细节 给各位看一下 前面的部分呢 有一些红色的涂装 作为一个点缀 里面呢 也是有些黑色的涂装 活动性呢 30是没有问题 腰部可以旋转啊 这一点也是不错啊 腰部可以旋转 腿部呢 前踢 这个阻尼杆很到位啊 不会散下来 后踢啊 包括侧踢 当时这个关节 尤其是侧踢的时候啊 很紧实 整个感觉也是不错 然后呢 再就是膝关节这个部分 它有一定的活动性 在这个位置啊 膝关节 它是有一定的活动性 你看 这样的一个活动性 然后脚部的这个位置 还是有一定的活动性 只是个人觉得略微偏紧啊 在把玩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 这里面的结合位点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呢 360的活动性 也是没有问题 整个脚掌的细节 感觉还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呢 顺势再来看一看 整个玩具的背面 其实还原度 也算是非常非常高了 相比于07年 这个背部呢 我还是觉得09年的 这个背部呢 更加有层次感一些 但是呢 更加破碎一些 整个的感觉来说啊 就是大体呢 是确实是有这个 小雕像的一个样子啊 只是个人觉得 关节的优化程度来说 稍微差点意思 如果更好一些的话 会更加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红蜘蛛 红蜘蛛大小呢 其实不能这么看了啊 因为如果说 把腿拉长的话 这红蜘蛛还真的算是 这几个玩具里啊 比较高的 这个红蜘蛛呢 我认为是 真机可动系列里 做的特别好的一款啊 首先呢 我们先从配色方面来看 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个赛青文的一个版本 也很好看 细节来说 很丰富啊 金色银色 包括上面的赛青文 这上面的刻画 都是非常好的 翻到背面呢 你看这个细节 真的是很高很高 也是很很有这个质感 首先呢 是头雕方面啊 该有的分色都有 红色的眼睛 包括紫色的 这赛帮子 细节 活动度呢 也是球关 三零 09年呢 我说过啊 它是有一个胸部打开的设计 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腥部细节 还算是非常饱满 而且呢 更加有层次看 胸部的这两侧呢 有银色的涂装 涂装上面呢 还是有赛青文的刻画 这些细节的管路呢 也是有对于玩具的加强 有不少的一个优越感 包括这尾翼部分 全都是有赛青文的刻画 手部的部分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它这个球形关节呢 其实是做成了和手臂 主体一样的颜色 这种活动性来说 很好 而且呢 很有阻尼感 挺爽的啊 然后手肘的这个部分 有活动性如下啊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也是很不错 这只手呢 是一个武器的手型 整个的手部 也可以三零的平转 可以做出各种各样造型 而另一只手呢 是一个带加特林炮的一个手型 这个手部 也可以做出同样的造型 腹部的这个位置 也是有活动性的 你看 平转 没有问题啊 裆部的这个位置 很漂亮 很好看 这个腿部 前踢 激情腿啊 然后呢 后踢 没有问题啊 松动也是 没有的 侧踢呢 略显得有些可惜啊 因为造型的原因 它侧踢只能 往外摆一些 但是呢 这个活动度 对于它来说 够用的 激情腿呢 当然是可以打平的 这关节 还是比较紧实的 一段 两段的关节 打平之后呢 你可以看啊 同样是两条腿 区别性啊 以下 红蜘蛛 就变高了 从儿子变成了爸爸 整个的脚掌部分呢 也是球形关节 做的是比较好的啊 只是这款 红蜘蛛呢 在把玩站立的时候啊 还是需要调整一下重心的 不然的话 很容易 不稳 容易倾倒 整个的红蜘蛛 上面的赛天文细节啊 我真的是说 我是觉得真的很漂亮 在玩具中 唯一能让我觉得 跟它有了一比的 可能就是 电影二中的 星云红蜘蛛 后续呢 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去 做我手上那款星云 我也觉得星云 那个配色 真的是很好看 后背部分呢 还有两个金属色的 喷射口 喷射口的细节 做得也很不错 包括上面的 这些赛天文刻画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 那今天正好啊 瞅着这个闲蜘蛛事件 简单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啊 收来的 这些冷门的 变形金刚小玩具 我觉得 大家都在做热门 我来做一座冷门 给大家换换口味 也是不错的 希望大家能喜欢 那喜欢咱们视频啊 也是多多支持 关注一下 素质三连 那就更好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